这个是我们1米4的1米2的 自动铁板生化 来看一下这个控制器 这个 这个是时间 这个是温度控制器 这边是条下是增加温度 条上减少温度 然后我们一般 这里也是条下增加温度 条上减少温度 我们一般把温度设置到220度 然后这个是设置时间 时间控制器 这边按下面增加时间 按上面减少时间 我们一般把时间设置到30米 然后这个是手自动转换开关 左边是手动状态 中间是空档 它不会工作的 右边是自动状态 当处于自动状态 它会自动下温 手动状态就要按那个绿色的 手动开关 然后这个就是紧急红色的 就是紧急停止开关 当它进去一下 让它停止工作的时候 就按一下这个紧急停止开关 它就会停止工作 自动上升 然后把紧急停止开关 顺时就旋转一下 它就会又自动下压了 然后这个是绿色的 是手启动开关 当手启动转换开关 从手动状态的时候 再按一下手启动开关 它才会动作 现在让我们来 这个是刚才说了 这个是铁板的 然后这个是海绵 我们的海绵是三厘米厚的 这个是羊毛毯 这个是布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生花植 然后我们把它做进去好 然后它就会下压 等到时间到了 我们设定的时间之后 也就是说 这边的时间达到30秒 它就会自动上升 等到那边的时间达到30秒 之后这边的发热板 这个自动上升 然后它自动上升了 我们推出来看一下 那您看一下啊 这个打到这边是视频开关 这个打到这边 所以也抽不掉了 OK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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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